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再公布了两期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 第27和第28例的患者他们是父子关系 目前都在负压隔离病房观察治疗 而指挥中心表示这两例个案还有其他七位密切接触的家人 其中小儿子和母亲都有呼吸到不适的症状正在裁剪中 调查发现由于小儿子经常往返两岸工作 去年12月初从广州返台 在过年期间还曾经跟有中国旅游室的朋友聚餐 高度怀疑很可能就是群聚的感染源头 第二跟大家报告 也是我们今天有两个确诊的案例 台湾在新增两起确诊个案 患者为父子关系近期没有出国史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研判又是家庭群聚感染 这七二八都是有肺炎的状况 二十七也进到家户病房里面在招呼当中 那所以相对他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一些 那再加上他的年纪非常的大 以及有高血压糖尿病 洗肾等等这些慢性疾病 所以是现在在密切的观察招呼当中 指挥中心调查证明北部八十多岁男性 本身有慢性病史 在二月六号出现咳嗽流鼻水症状 九号因为发烧诊断出肺炎 收治单人病房治疗 一周后突然呼吸急促转进家户病房 二十号怀疑罹患结合病 再转负压隔离病房 二十一号通报裁检 二十三号确诊 另外他的五十多岁大儿子 则是早在一月三十一号就出现症状 二月四号到门诊就医 八号因为持续发烧送急诊 断断出肺炎 之后在十一号和十八号两次回诊治疗 二十一号通报隔离裁检 于二十三号确诊 其他亲民家人也正在检验当中 家人就是说这一对夫妇 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 及其他们的家人总共有九个人 那我们都会陆续的来做裁检的工作 那至于说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发现一个个案之后 在了解其他的人 那在这目前我们觉得说 这是一个相当局限在一个 目前看起来是在一个家庭内的 这种传染 但是仔细的调查 我们还要持续进行 指挥中心发现 家庭中除了两例确诊 案二十七的妻子 在二月八号也有咳嗽症状 至于他的小儿子 因为工作密切王帆两岸 去年十二月初从广州返台 过年期间还曾跟有 中国旅游室的朋友聚餐 一月二十九号喉咙出现轻微不适 还在等待裁检结果 目前高度怀疑 很有可能是家庭取决感染的源头 指挥中心初步匡列 医护人员接触者一共一百一十五人 已经裁检四十人 其余正在检验当中 将持续针对个案发片 十四天前的活动史 以及可能暴露的社区民众 进行追踪调查 记者陈子凡 叶林凡 黄以才台北报道 国内在新增 没有出国时的确诊个案 包含日前中部死亡的白牌车司机 还有北部六十岁的退休妇人 这已经是国内第三起 没有出国却被感染的群聚病例 而且同样在第一时间 都没有办法明确地找到感染源 不过指挥中心还是认为 目前仍算是零星社区感染阶段 但是有医师表示 就算没有社区感染 其实现在也已经在 社区感染爆发的边缘 而且最新的第二十七例 从二月六号出现症状 到二十三号才确诊 这中间跟大量的医护人员接触 外界也担心 恐怕会成为防疫漏洞 造成院内感染 因为二十七他在医院有住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也有针对 医院的工作人员的接触者 目前已经匡列了一百一十五人 武汉肺炎又多两名确诊病例 其中一名确诊的八十多岁男性 二月六号出现症状到二十三号才确诊 在医院治疗这段期间 与大量医护人员接触 院内有没有提高警觉 做好防护就怕成为防疫破洞 第一线工作人员都非常积极 就做了很多的疫调相关的工作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明确感染源 第二十七例一家总共九人 这段时间活动范围在哪里 指挥中心依旧没有公布 网路上再引起网友议论纷纷 但是是真是假 无从查证也让民众很恐慌 能够往前能够追查 能够找到案源当然最好 但最重要目标是要往后看 那前端有一期已经过了 我们的潜伏期的 最终工线我们要避免 然后这个案例往外再扩 这已经是国内第三期 近期无出国时的确诊群聚案件 台湾是不是进入社区感染 指挥中心这么顶调 很清楚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第三期的一个状况 那源头我们还在追当中 那也是造成一个家庭的 一个群聚的状况 所以我个人当然还是认为 它就是一个零星的 一个社区感染的状况 同整前几例 第十九例白排车司机 没有出国旅游室 后来追出它再过的浙江台商 是感染源 在这起群聚案件里 匡列的248名接触者 最后确认是四名家人被传染 其他人都是阴性 同样没有出国时的第二十四例 北部六十多岁女性 到现在还找不到感染源 掌握接触者共五百三十三人 已经有两名家人确诊 还有部分接触者代检中 而这回新增的第二十七例 八十多岁北部男性 他的大儿子也确诊 感染源还在追查 连续三起没有出国旅游室的群聚案例 有医师认为 这已经是社区感染的边缘 医师表示一旦疫情进入社区后 接下来可能就会面临 负压隔离病房不够用的状况 连一般普通隔离病房都要征用 耗费大量的病床与医疗人力 恐怕会导致国家医疗体系崩坏 因此前段的防疫相当重要 记者组合报道 钻石公主号邮轮 船上的19名台湾旅客 返台之后进行两次检验 结果全为阴性 但是为了确保防疫滴水不漏 船上的乘客出院之后还不能回家 这些人将被安排前往检疫所 继续隔离14天 并且接受严密的健康监控 而钻石公主号台湾旅客 包机回台备受关注 这回负责载送的华航 也在脸书曝光了一段机长广播的影片 内容提到将与全世界 一起度过这次的疫情 降落在美好的明天 感动大批网友 钻石公主号的19位 那我们现在做了二彩 那结果也出来的 全部都是二彩都是阴性 爆出多人群聚感染的 钻石公主号邮轮 船上19名台湾乘客 回台后经过两次裁剪 结果出炉全数阴性 尽管传来好消息 不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还是不敢大意 安排游览车到医院 准备在这些人前往检疫所 继续一人一室隔离14天 并且得每天聊两次体温 进行严密的健康监控 有一些说这边已经捡好了 那回到当地又采到是阳 所以我们这次是特别说 没有双采阴我们就让他们就离开 我们还是继续来再观察 船上乘客21号返台后 第一次裁剪结果全数为阴性 22号晚间接着进行第二次裁剪 再度确认阴性 船上旅客知名魔术师陈日生 得知消息后也在第一时间po文 提到等待报告时 心情跟放榜一样紧张忐忑 接下来准备转站下一关 到指定地点隔离14天 虽然还不能回家 但依旧难掩开心之情 还是要感谢日本政府 至少在台湾里面 很清楚地把有确诊的 五个人留下来了 那剩下来至少现在都是双采阴 那我相信也是 让我们这样的一个负荷 减低很多 而这回包机大工程 少不了扛起再送任务的华航 脸书一段机长广播影片曝光 引发讨论 广播内容感动大批网友 纷纷感谢前线机组人员的付出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钻石公主号上的台湾人 反抵国门 二次裁剪结果全数阴性 前线防疫单位稍稍放下心中大石 记者组罗报道 跟妈妈去湖北探亲 却没搭上第一班武汉包机的重度血友病病童 再度传出了缺药危机 这个月10号海基会透过台商们接力 千里送药到湖北 暂时解了燃眉之急 不过这两剂真剂只能用到二月底 而这种药价格昂贵 在中国也没办法取得 让病童的妈妈非常的着急 透过台气联向台湾政府求援 就盼第二台包机可以尽快成型 但是包机的进度现在面临卡关 指挥中心表示 已经在20号把救命的药开给家属 但是要如何送到远在湖北的病童手中 又是一大难题 第二波武汉包机进度频频卡关 先前没打上第一架专机 而滞留武汉的血友病童 妈妈再度对外求援 因为他们的救命药即将用完 他们的家人讲说 这个增肌是预防 预防那个内出血 因为这个增肌非常的特殊 目前大陆没有这个增肌 这个药很新而且非常贵 所以呢 照道理讲依照规定 那个病患没有在台湾是不能够拿的 这个月时候 还机会透过台商们接力 千里送药到湖北 把珍贵的良剂真剂送到病童手中 而他每个礼拜都要打一剂 照这样算到了月底 又将面临缺药困境 其实我们在2月20号 也开了4剂的药 已经给他的家人 那预计这个药可以用到3月28号 指挥中心强调 一斤白药开给家属 还魄力多开两剂 但这些真剂怎么送到病童手中 又是一大难题 上回帮忙送药的台商会长 如今态度低调再低调 台湾这边还机会也扮演 居中协调的关键角色 我们会持续与家属保持联系 事情提供必要的协助 尽管先前病童妈妈曾爆出 亲中疑云 感谢文里面也独漏台湾 但救命要紧 政府和民间还是会 想方设法把这些救命药 送到病童手中 记者零星家屋上餐 那边报道 钻石公主号包机顺利返台 防疫做到滴水不漏 比起之前武汉首批班机回台 过程又更加的严谨 总统蔡英文在脸书上发文定调 这就叫做横滨模式 后续不管是滞留在武汉 或是其他疫区的国人 政府都会坚守这样的程序 言下之意 对于武汉第二次班机 仍会坚持由我方派机接回 同时也是做给对岸做比较 而总统府也强调原则 一直都是防疫而不是政治 火航专机顺利把钻石公主号 邮轮上的国人接回台湾 总统蔡英文在脸书上说 欢迎大家返台 也特别提到 有了这次横滨模式经验 后续不管是滞留在武汉 或者是其他疫区的国人 都会坚守严谨程序 尽力协商 确保国人权益 跟国内防疫都能周全 如果说北京方面 采用其他的带有政治目的的 任何的设计 都是妨碍这个接机的安排 其实第二波第三波要接机 只要北京做调整 那按照这个日本横滨模式 没什么困难 希望中国可以尽快 让武汉的台商 循着这样子的一个标准 SOP模式 让台商尽快回台 府院定调 横滨模式就是因为防疫高规格 登机前先核对名单 询问旅客症状 量体温并且全程戴口罩 护目镜还有防护衣 并且依照个人有无症状 座位分区隔开 飞机上不公餐 连洗手间都不开放 下机之后 救护车后送每一位旅客 飞机跟行李也都仔细消毒 相较于武汉第二批返台的班机 其实没有下文 横滨模式完整的SOP 似乎也是特别做给队员看 对比之前从武汉飞来的班机 相信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过程中间 政府所坚持的原则 一直都是防疫 而不是政治 那防疫的原则是 不适宜去退让 国人也不会接受的 就在两岸互相指责 拖延总统坚持 采用横滨模式 也是划出我们最后底线 接下来清明节将有大批台商反台 班机怎么飞 两岸磋商如果瞧不拢 对于留在中国的台湾人来说 内心煎熬 记者综合报道